2011年世界杯F组最后一轮比赛在贝拉里欧体育场展开 由阿根廷对垒尼日利亚 梅西每开二度最终阿根廷以3比2击败尼日利亚 阿根廷沿用了4-3-3阵型 派出梅西伊瓜英和阿奎罗三位前锋带领球队进攻 相反的尼日利亚采用4-4-2阵型 艾梅尼克担任队伍前锋的剑头位置 穆萨、奥德姆维基和巴巴独德在第二条进攻线上 阿根廷一开始就猛攻3分钟后 李玛丽亚在左侧闯入禁区起脚近射 不过球中门出后反弹出来 梅西赶紧补上一脚破门成功以1-0领先 不过米兹利亚在短短1分钟内以快攻得手 穆萨在禁区左侧以无限球射入圆角 立刻板凌比分1-1 两队各自拿下一球后比赛陷入僵局 第38分钟阿根廷前锋阿奎罗腿部受伤 被换下场又拉为支扑上 上半场的商庭捕食中 梅西在禁区外25码任一球射进右上角 成功破网扩大比分 上半场阿根廷以2-1领先 下半场开始不久 尼斯利亚开始反击 穆萨没开二度在禁区左路14码 推射近角入网 又把比分拉为2-2 第50分钟阿根廷快速反击 无人盯防的后卫罗获利用 角球的机会射进第三立球 为阿根廷锁定胜局 梅西在第63分钟被换下场 无缘表演帽子戏法 由中场阿尔瓦雷斯替补上场 最终阿根廷以3-2击败尼斯利亚 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全胜 连续三届世界杯获得小组投名 尼斯利亚也以小组第二 近期16强